各位,我是容家瑤 兩位13歲和15歲的少年懷疑在西貢露營期間失蹤 據了解兩個男生在家人報稱失蹤後 分別曾打電話給家人報平安,但未有透露位置 而其中13歲的早上在深水埗找回,被帶回深水埗警署 據了解兩個人一直由康復宿舍看管,離營到朋友家裡玩 警方仍然調查另一個男生的下樓 其中一個失蹤少年的媽媽曾經在社交網站發帖文 呼籲行山人士幫忙留意兒子的下落 警方說昨天早上10時接獲一個男人報案 說兩個分別13歲和15歲的少年 在西貢大網仔路一個青年度假營露營期間失去聯絡 救援人員展開搜救 據了解,兩個少年今年初入住一個提供康復服務的宿舍 他們和另外五個男宿友星期一開始去到西貢露營 原定下星期一結束 兩個人屬於同一組,躺在同一個帳篷 星期三晚上,同行的導師確認他們在帳篷裡睡覺 不過第二天早上大約7點就發現他們失蹤,於是報警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失蹤的兩個少年 將手機、銀包等等的個人物品交給導師保管 其他同行成員都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現場附近也沒有閉路電視 只是從多方面調查事件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謙不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海出席 亞洲物流航運空運會議湖港合作新機預論壇 說希望吸引更多內地航運公司選擇香港作爭議解決同眾財中心 充分利用香港作爲國家唯一使用普通法的地區 也是全球唯一中英文併用的普通法區 這個優勢在我們家門內 解決國際的爭議 我們期望跟上海加強合作 發揮區域中轉樞紐的功能 出進貨物高效運送到全世界各地 並且透過發展高端航運服務 為內地航運企業 提供優質多元的航運服務 港鐵說未來五年會投資超過650億 加強設施保養和維修 但服務時間可能縮短 而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 有議員就關注對乘客的影響 以及會不會將成本轉價給乘客 港鐵我們大家都明白 它的票價調整機制 它本身是有一個直接驅動的方程式 裡面所採用的一些數據 都是一些宏觀的經濟數據因素 裡面就不牽涉到港鐵公司的維修成本 所以不會直接落了一條方程式 裡面引致票價的變動 你就說要爭取兩個小時以外的一些維修黃金期 看起來字面上 大家就會擔心 你是不是想縮短那個營運時間 我們之前跟港鐵溝通 你們就是說是隔不中的 究竟那個安排具體是怎樣 如果你將車的營運時間完全改變了 令到它縮短了服務 香港那麼多人依賴鐵路 我相信是比較難的 我們暫時沒有計劃的 如果有計劃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政府相關的部門 和對香港市民說清楚 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怎樣令到有一個獨立代路線 旺角保安大廈蝕日之內 兩道有碩士抹落 市區重建局說 前年向大廈批出原則上批准通知書 一般需要一年之內開展保養維修工程 但因為疫情 大廈申請延期 如果他到了那個時間 他還未可以做到 那麼他要申請延期 也要給個理由 這個保安大廈剛剛就是 他的那個時間表 由於疫情關係 他開不到會 那麼他申請了延期 過往一段時間 那大廈是超過一年 他都未做到呢 有的 如果根據我們的數字 他大約有三成左右 原則上批准通知書 超過一年 他都未進行鹽樓維修工程 國際方面 中國海關總署宣布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等10個縣食品 並對來自日本其他地區的食品加強檢測 而南韓公布福島核污水排海計劃自行分析的結果 認為計劃符合國際標準 南韓當局舉行記者會公布分析的結果 認為日方的排海計劃合乎國際安全標準 認為日方排放核污水對南韓水域影響很小 而南韓也尊重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排海計劃的評估報告 南韓當局在5月派專家考察團 到日本福島特一核電廠考察排放設施的運作 並且分析原始數據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今天將轉抵南韓訪問 向韓方解釋機構在日本的核污水排放計劃當中所得出的結論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出訪保加利亞和捷克 爭取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以及更多軍事援助 據報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備受爭議的集束彈 烏克蘭官員說西部大城市利玉夫 星期四遭俄軍導彈攻擊 救援人員入夜之後 仍然在雅力中搜救被困居民 東局說超過30間屋 兩棟大學建築物和一間學校被破敗 至少6人死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 遇襲選委的住宅位於世界遺產舊城的緩沖區 批評俄羅斯違反世衛公約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到捷克訪問 和捷克總統塔維爾會談 爭取捷克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 澤連斯基說希望下星期在勒陶縣舉行的北約峰會 可以就烏克蘭加入北約發出明確的信號 認為烏克蘭需要這種動力 澤連斯基又批評西方援助武器的速度緩慢 拖慢烏軍的反攻行動 亦令俄軍可以加強佔領區的防禦攻勢 但他強調反攻行動雖然緩慢 但仍然有進展 帕維爾就說西方盟友必須盡一切可能 協助烏克蘭反攻成功 澤連斯基較早前到訪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 會見總統拉德夫和總理登科夫 爭取保加利亞支持烏克蘭 在條件許可下盡快加入北約 又邀請保加利亞參與烏克蘭的戰後重見 土耳其國營傳媒報導 總統埃爾多安星期五 將會在伊斯坦布爾會見澤連斯基 兩個人將會討論歐布戰士的最新發展 和今個月17日屆滿的黑海糧食協議 烏克蘭爭取西方軍援有新進展 美國官員透露 國防部星期五將會公布西蘭總值8億美元的軍援 當中包括烏克蘭長期爭取 由155毫米自走榴彈炮發射的雜速彈 人權組織敦促美國不要提供雜速彈 說這樣會造成平民傷亡 而羅馬尼亞說 將會向包括烏克蘭在內的盟友和北約夥伴 開放境內的美製F16戰機訓練設施 無線電視機者 利澤浩報導 先有食一陣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新聞 回到新聞時間 先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是報18,341點 跌191點 總成交超過452億 看體罪活躍港股的表現 騰訊控股跌4.4元 盈副基金跌2.1元 恆生中國企業跌8.2元 阿里巴巴升1.0元 南方恆生科技跌7.8元 建設銀行跌5元 香港交易所跌7.4元 有幫保險升3元 美團跌1.8元 工商銀行跌6元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跌2.5元 有幫保險升3元 中國移動跌9.5元 香港交易所跌7.4元 香港中華煤氣跌1.1元 看看人民幣貴桌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騰訊控股跌4.8元人民幣 中國平安跌0.5元人民幣 中國移動跌1.15元人民幣 中國海洋石油跌0.12元人民幣 阿里巴巴升0.65元人民幣 吉利汽車跌0.1元人民幣 比亞迪股份跌6.6元人民幣 恆生科技指數跌78點 報3870點 而互廣通額到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 額到余額大約411億 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到余額大約537億 至於深港通的額度使用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 額到余額大約416億 而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額到余額大約542億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和上正綜合指數都跌11點 深圳A股跌14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86點 本港上個月新盤交投跌到今年第二低 甚至有個別項目突然實停賣樓 有代理就提醒新盤定價不可太進取 發展商就期望政府推出措施激活緩樓鏈 回顧過去6月 雖然美國暫停加息 但本港拆息高期 隔夜息一度創17年新高 樓市就繼續淡靜 十大屋苑交投創近5年的單月新低 一手更加按月跌4成半 跌到今年第二低水平 個別定價進取的鴨利洲新盤 更加突然臨時停售 有代理說發展商現在推新盤 唯有先求量後求價 大起銷售氣氛之後再慢慢加價 發展商開價都會是市價去開盤 就不會有過大幅的折讓 發展商預期都不會賣得太快 即慢慢賣甚至去到現樓 都會希望有貨到時才去開售 加息的情況仍然未完全明朗 因為聯儲局都說過 在七月或九月都有機會再加息 亦都影響到現在買家的入市步伐 我們看到它的入市步伐是放緩的 但又不是市場購買力消失 一些我們叫便宜的盤 或者準賣家覺得損的盤 它們仍然入市 有統計顯示 上半年推出的十五個全新盤 提供近六千四百貨 截至六月中只是賣出三千五百幾貨 售出比率只是五成半 進度較以往緩慢 有發展商認為在健行多項辣椒底下 要在樓市投機炒賣已經很困難 建議政府放寬首置人士入市 激活換樓鏈 新的一年公布之後 才可以要求他們replay稅 其實可以長一點 因為有時一年真的賣不到樓出去 我想是比長這個時間 讓他們覺得安全一點 換樓客才會入市場 我覺得其實香港人買第二間樓 是有很多真正有用的需求 不是speculation 這裏我覺得可以relax 地產代曆都預期加息 和經濟環境越催明朗 相信下半年新判市場 有機會慢慢復甦 無視電視記者佐恩寧報導 其他新聞 警方倒破詐騙集團 涉嫌招聘多個人成為民員之後 再遊說他們開戶口買倫敦金 再度用他們的戶口 涉及款項大約800萬 三個人被捕 行動檢獲多部電腦 和一批銀行文件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早前收到多個市民報案 說被人騙財 他們獲聘任職民職之後 民員之後做了幾個月到一年夜之後 有同事聲稱投資倫敦金可以獲利 之後遊說他們開戶口 和交出戶口密碼 簽署授權書 最終經頻繁交易多次轉走款項 10個市主 由27至70歲 分別被騙了4萬至290萬 警方 等星期三在公司尖沙咀地址 和華爾騙徒住所 拉了兩男女 包括集團主腦和骨幹成人 以賭業為主要稅收來源的澳門 經常被詐病產業單一 由香港創意團體 就在當地舉辦第一個 AI數碼藝術展 希望打開澳門的藝術創意之門 一起看看 以星夜花園為題 樓高4米 擁有270度環圍屏幕效果的沉浸式空間 是這個澳門數碼藝術展的其中一個焦點展區 我們用了最高端的一些projector 去投影一些影像出來 透過很多的scanning 很多的mapping 做出一些很立體 視覺效果非常豐富的 一些沉浸式的空間體驗 展覽亦有多幅由AI 人工智能技術產生的數碼藝術 部分還加入可以和觀眾互動的元素 整個展覽不論是打中這個沉浸空間的 電腦特效團隊 以至參展的藝術家 都是來自香港 今天其實都有很多朋友 在國內來看這個展覽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自己 還有我覺得香港的藝術家 有機會去到更多地方 在香港協辦過兩屆數碼藝術展 拆展人偶常認為 香港由於土地問題 技術科技發展近年遇到樽頸 是時候將經驗帶到大灣區其他城市 看可不可以進一步擴大展覽規模 不過由需不需要申請娛樂牌照 以至找藝術從業員都不容易 香港是累積了過去十幾年 當代藝術市場的暴聲 而帶來很多的活動、event、展覽 而帶起了整個art logistics的行業 澳門相反 可能過去一直以來多些 可能賭業相關的發展 但在藝術活動方面 還未說是很蓬勃 所以我們尋找相關人材的時候 其實都相當困難 隨著六大博企承諾 未來十年投資超過一千億 在非博彩項目 包括打造文化藝術商產業的枯化基地等等 智南方說 對當地未來藝術商業發展充滿信心 無線電視記者黃先生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黃先生報導 各位我是容家耀 港鐵說未來五年會投資超過650億 加強設施保養和維修 但服務時間可能縮短 而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面 有議員就關注對乘客的影響 以及會不會將成本轉嫁給乘客 市民有些擔心 即是增加了 會不會又是一個加價的藉口呢 港鐵我們大家都明白 它的票價調整機制 它本身是有一個直接驅動的方程式 裏面所採用的一些數據 都是一些宏觀的經濟數據因素 裏面就不牽涉到 港鐵公司的維修性 所以不會直接落了一條方程式裏面引致票價的變動 你就說要爭取兩個小時以外的一些維修黃金期 看起來字面上大家就會擔心 你是不是想縮短那個營運時間 我們之前跟港鐵溝通 你們就是說是隔不中的 究竟那個安排具體是怎樣 如果你將車的營運時間完全改變了 令到它縮短了服務 香港那麼多人依賴鐵路 我相信是比較難的 我們暫時沒有計劃的 如果有計劃的時候 我一定會和政府相關的部門 和對香港市民講清楚 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怎樣令到有一個獨體代路線 兩個13歲和15歲少年 懷疑在西貢露營期間失蹤 據了解兩個男孩在家人報稱失蹤之後 曾經分別打電話給家人報平安 但未有透露位置 而其中13歲的早上在深水埗找回 被帶回去深水埗警署 據了解兩個人一直由康復宿舍看管 離營到朋友家裡找 警方仍然調查另一個男孩的下落 其中一個失蹤少年的媽媽 曾經在社交網站發帖文 呼籲行山人士幫忙留意兒子的下落 警方說昨天早上10時接獲一個男人報案 說兩個分別13歲和15歲的少年 在西貢大網仔路一個青年度假營露營期間失去聯絡 救援人員展開搜救 據了解兩個少年今年初 入住一個提供康復服務的宿舍 他們和另外五個男宿友 星期一開始去到西貢露營 原定下星期一結束 兩個人屬於同一組 躺在同一個帳篷 星期三晚上 同行的導師確認他們在帳篷裡睡覺 不過第二天早上大約7點就發現他們失蹤 於是報警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 失蹤的兩個少年 將手機、銀包等等的個人物品交給導師保管 其他同行成員都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現場附近也沒有閉路電視 只是從多方面調查事件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軒 警方倒破詐騙集團 涉嫌招聘多個人成為民員後 再遊說他們開戶口買倫敦金 再度用他們的戶口 涉及款項大約800萬 三個人被捕 行動檢獲多部電腦和一批銀行文件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早前收到多個市民報案說被人騙財 他們獲聘任職民員 做了幾個月到一年夜之後 有同事聲稱投資倫敦金可以獲利 之後遊說他們開戶口和交出戶口密碼 簽署授權書 最終經頻繁交易多次轉走款項 10個市主由27至70歲 分別被人騙了4萬元到290萬 警方星期三在公司尖沙咀地址 和華儀騙徒的住所拉了兩男一女 包括集團主腦和骨幹成型 接著轉說最新的金融行證 恆生指數中收市報18341點跌191點 總成交超過452億 看看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騰訊控股跌4.4元 盈富基金跌2.1元 恆生中國企業跌8.2元 阿里巴巴升1.05元 南方恆生科技跌7.8元 建設銀行跌5元 香港交易所跌7.4元 遊邦保險升3元 美團跌1.8元 工商銀行跌6元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跌2.5元 遊邦保險升3元 中國移動跌9.5元 香港交易所跌7.4元 香港中華煤氣跌1.1元 恆生科技指數跌78點 報3870點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和上證綜合指數跌11點 深圳A股跌14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86點 內地向家同者兩種金屬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 據報歐盟爭取縮小管制範圍 業界關注國內可能出現供應過程 內地8月開始向家同者這兩種用在晶片、電動車 還有太陽能電磁板等的金屬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 涵博引述消息說 在星期一宣布前幾個小時 中方通報駐北京的歐盟官員 被他們分別向各國政府回報 歐盟已經與中方在不同層面討論 努力爭取縮小管制範圍 確保出口限制基於明確的國家安全憂慮 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定 同時開始衡量對各行各業的影響 還有下一步行動 不過要視乎中方實施規定時有多嚴厲 報道引述安盟統計 家同者分別有七成一還有四成半都來自中國 重系統物料更加全部由中國入口 商務部星期四強調 管制不等於禁止出口 只要符合相關規定就會批准 措施是因家同者可以均民兩用 需要確保用途合法 暫時未收到企業申請出口的文件 德國車廠大眾同意未來無人駕駛系統 需要用這兩種金屬 正是密切監測市場狀況 準備好同伙伴協調行動 但台積電等晶片商認為短期沒有什麼影響 有原材料業界警告 現在中國以外的家庫存只足夠半年使用 但投資和興建新加工設備需要幾年 相信供應短期會受到衝擊 美國國防部確認沒有家的庫存 但有者的戰略庫存 雖有內地貿易商隨即將家報價提供兩成 者價格4%意味出口價格上升 但路透引述業界關注 國內供應有過剩風險 投資銀行高盛認為 西方需要投資超過250億美元 才能完全追上中國在稀土的供應 不過未來10年相關項目 只有2至3個可以動工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謙報道 其他新聞 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江蘇省考察 並視察東部戰區機關 提出深犯戰爭和作戰策劃 努力開創戰區建設和備戰打仗工作新局面 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星期四下午去到東部戰區機關 涉建戰區官兵代表 首先我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 向東部戰區全體官兵 致以誠之的問候 習近平充分肯定東部戰區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維護祖國統一作出的重要貢獻 強調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中國的安全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大 要增強優環意識、深化戰爭和作戰策劃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提高戰區黨位領導備戰打仗能力 習近平星期三起一連兩日在江蘇省考察 去到蘇州市的工業園區展示中心 了解高科技園區建設和發展 園區1994年成立 在中國和新加坡政府較重要合作項目 去年生產總值超過3515億元人民幣 他之後又參觀半導體設備生產商 並且前往平江歷史文化街區和民眾交談 了解當地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情況 星期四下午習近平轉到南京市 考測紫金山實驗室 國家電網屬下科研產業單位 了解推進重大科技任務公關 先進製造業集群發展等情況 無線電視機則陳雪兒報導 南韓公布對日本合污水排海計劃的自行分析結果 認為計劃符合國際標準 而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 將會轉到南韓訪問 說明機構評估報告的內容 南韓國務調整室室長方文貴 和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劉國希 首而舉行記者會 公布對日本福島核污水排海計劃的安全研究報告 指若果福島第一核電廠的營運商東京電力公司 按照現有計劃排放核污水 放射性物質濃度將符合排放標準和目標值 其中放射性物質穿的濃度比標準值更低 合乎國際安全標準 報告認為日方排放核污水對南韓水域的影響很小 南韓亦會尊重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排海計劃的評估報告 南韓當局強調 這些結論都是以東京電力公司 按計劃實施和遵守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得出的初步結論 今後會對日方最終敲定的排放計劃 是否妥當和可行再作判斷 南韓在今年5月 派出21名核子專家組成的考察團到福島第一核電站 進行為期6日的研究和檢查 包括評估排放設施的運行 以及對當地所獲得的原始數據進行分析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 將由日本轉到南韓訪問3日 會向韓方詳細解釋機構在日本核污水排放計劃中所獲得的結論 格羅西早前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交評估報告 指福島核污水排海計劃符合國際標準 格羅西說並非認可或建議日方的計劃 格羅西又承認負責評估的國際專家組中 可能有一兩個成員對日方的排海計劃感到憂慮 但沒有人直接向他提出 重申機構發表的評估報告 經得起科學驗證 無線電視記者楊子曼報告 今集電子煙條例生效一年多 還有大量網站銷售電子煙 部分著名在香港以外地區發貨 但本港亦都以禁止電子煙進口 尤其電子煙渡港 買賣雙方是否真的沒有法律風險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禁售電子煙後的這一年 紅煙酒辦總共接獲海關轉介九百多宗 涉及電子煙進口的個案 其中四十一宗個案經法院定罪 但只是被罰款一千到六千元 阻嚇力是否足夠呢? 化名黎先生的他吃了煙十幾年 過往吸食傳統手捲煙為主 過去幾年經過朋友介紹 開始間中吃電子煙 我當時都是朋友介紹的 其實出去酒吧喝東西的時候 很多時候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吃真煙 他們就會介紹電子煙給我們 慢慢慢慢就會試電子煙這件事 有些人就貪現在新的電子煙 很多種口味 例如可樂、凍檸茶 例如有很多不同的水果味 容易入口的時候自然多人吃 禁止進口及售賣電子煙及加熱煙產品的條例 去年四月底生效 不過一年過去黎先生覺得 電子煙好像從未離開過他的圈子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傳統香煙為主 但是電子煙偶爾都會吃 因為朋友都會吃 不單止糟糕 其實你普通辦公室或後巷 都會看到人在那裡吃 無論吃香煙的也好 吃電子煙的也好 最好一起我們做BBQ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只年輕一輩 其實年長的東西都會吃 我認識有些五、六十歲的人都會吃 因為他們又想有些東西咬一下 就像有些煙般吸一下、敷一下、輕鬆一下 電子煙在香港曾經好盛行 在旺角大大小小的商場 都有店鋪賣電子煙 今受電子煙條例生效一年 政府在今年五月回復立法會的時候說 控煙酒辦在條例生效之後 曾經巡查六百七十次 未有發現違規情況 那為何煙民仍然可以買到電子煙呢? 我們在網站上搜尋電子煙和加熱煙 出現多個疑似銷售電子煙的網站 入到網站之後 有幾款電子煙產品的介紹 提供多種口味之餘 更加有會員優惠等 並且著名聯絡電話和購買方式 我們致電職員查詢 網站都特別著名 目前所有貨品的出發地點 已經搬至香港意外地區 不過特區政府也已經禁止電子煙產品進口 即是在香港意外地區的電子煙入境 都可能是違法 因為我們其實都做了很久 我們有個熟手的哥哥幫我們做的 所以就沒什麼資料 即不會被人發現的 正正因為這些網站渠道 黎先生說即使政府禁受電子煙進口 他的一班朋友在這一年 都能夠輕易買到電子煙 影響的是買的時候 沒有以前那麼方便 曾幾何時以前很多商場都有得買 比如那些比較細型的商場 有些店舖會買 但現在就沒有那麼多門市 如果你網上訂購就不怕 因為運貨那個也不是你 像我那樣 如果我真的托別人去買的話 我都是一匹匹的賣回來 大家一起夾多少盒 預了這個月 要吃多少份量便買回來 想試什麼味道便買那一隻 不過本身是律師的林自由說 購買進口電子煙也有違法風險 在現時法例來說 也都是購買電子煙本身是不犯法的 但是如果購買人士 他是知道這些電子煙產品 是由外地運到來香港的話 那就牽涉了一個進口的元素 而進口這個事情 在那個法例上是受到規管的 所以如果購買者明知道 他買的電子煙產品是由外地 來到香港的話 可能就會觸犯了法例 我們再瀏覽其他售賣電子煙的網站 多個網站著名在馬來西亞註冊 只是繼承馬來西亞的法律條款 如果郵寄物品不符合郵寄當地的法律責任 網站也不會承擔相關的損失和法律責任 提醒顧客購買的時候 自行確認產品是否符合當地法例 其實網站註冊在哪個地方 在世界哪個地方 只要它那個銷售點在香港的話 香港執法人員都可以根據這個事情 去進行執法 那就是說如果你售賣這些電子煙 它本身是處身在香港 只不過是網站或者交易 是透過一些外國的平台 去做這個售賣的公共 執法人員都可以在香港進行執法 去年4月30日到今年3月31日 空煙酒辦一共接獲海關轉介934宗 涉及電子煙進口的個案 發出131張傳票 其中41宗個案經法庭定罪 被判罰款介乎1千至6千元 林志柳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加強執法 法例已經訂立了 如果我們不去做一些有意義的執法的話 法例其實是訂立來沒有什麼意義的 的確在網上的世界很難去盜絕 但如果有一些放射行動 如果可以引説出動 令出售的單位可以被人偵破的話 這個值得去嘗試 如果我們相信出售的單位似乎是一些本地的機構 甚至他們有本地的電話號碼做登記的 這些都比較容易去追查 法例生效後的這一年 控煙酒辦也曾經聯絡相關機構 協助而除超過670個社交平台頁面 帳戶或者本地網站 但醫務衛生局5月的時候 也承認執法上有困難 現在的狀況似乎等同虛設 因為那個條例出了 但用了這個網上購買 即是發售的方式 而似乎就好像沒有辦法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是需要即時去檢討 是怎樣去跟進 因為立例原意是要禁止這些東西存在 而做不到其實也有影響我們立法的威信 當電子煙進口和出售仍未禁絕 立法會上個月通過 准許電子煙經本港轉換 張勇邦擔心會令電子煙更容易流入本港 建議政府應該研究進一步禁止管有電子煙 其實可以考慮是否這些產品 是不應該在公然市面出現 或者是不應該公然可以在街上 都可以看到大家去吸食 這個才可以令到需求減少 其實市場都是供求的定律 你沒有需求減少 那個供應自然都會考慮縮減 而這個情況當然要配合很多條例出來控制 當局強調市民目前已經無法通過合法渠道 取得電子煙產品 政府未來檢視進一步加強及收緊現行法例 包括考慮全面禁止管有另類吸煙產品 以改變市民吸煙的習慣 張勇邦亦都希望當局做好宣傳教育 這個違禁品是嚴重禍害我們年輕人 電視台、電台、甚至一些地鐵的廣告、廣告商 其實是要用不同的界面去推廣電子煙煙禍害 以及為何要立例去禁止 之後提升罰則 產生左下作用 我覺得是需要一連串的工作都可以做的 政府說控煙酒辦現在是針對另類吸煙產品的執法工作 因為現在法例限制而面對挑戰 政府稍後會推出有關控煙策略的諮詢文件 聽市民意見 時事多面看今集時間夠了再見 字幕君